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宇 我梦到你了 梦里我迷路了 在森林里走了很久 终于看到了一些 小五五点的一阵灯 是你在里面等我 你有勾引我是不是 你醒了 喂 李小龙 下午有空吗 干嘛 那要不要来我家 为什么 看电影 拔锅片 看完之后呢 咱们可以点一个 火锅的外卖 在家里吃火锅 不要 什么气息要让你吃火锅 饿死了 我才不要呢 那我不可以开空调了 把空调调到十六度 就像在过秋天 好不容易周末 我就想在家里赖着 我哪儿都不想去 挺舒服的躺上上 或者你可以再揽一个小时 然后我给你叫开车 等车到了之后 你再换衣服下楼 放个地方揽也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啊 因为我想见你 你不想见我 为什么非得我送上门 好啊 那你在家等我 我现在马上过去 不不不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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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等等 我要吃午餐肉 鸭血 鸭肠 脑花 肥肠 还要小酥肉 清油 锅 中辣 全都给我领好了 鸭肠 喝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内容 好 好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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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是电影院里的黑 那我们现在是在约会吗 当然了 要说我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好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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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少女心也不错呀 也能了解一些少女的想法 你说是就是 我是少女 说的就是你 开了 没事吧 烫烫烫 他们摸耳朵 摸耳朵 见证 声 声 我去接个电话了 喂 马总 方便 方便 您说 行吧 那您把地址发到我微信上吧 您几点钟啊 其实我现在 行 好的 客户啊 我 可能 不能跟你一起吃饭 我得走了 没关系 工作比较重要 咱们下回再吃也可以 虽然她是客户但我们其实不一定都是公事 大概率不是 其实我们 如果你刚刚想拒绝的话 或者能拒绝的话 在电话里就拒绝了 看你这么不想服约的样子 估计 不太好拒绝吧 对吧 对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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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这家餐厅应该你没来过 所以就叫你一起了 他带的是他太太吗 不是 他太太在国外 马总 好久不见 李总 想念你 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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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最近走知性路线 唐颖 我给你介绍啊 这是李总 我的老大哥 小李 唐颖 均衡的 你好 你好 这位是Michelle 人家可是网络名人啊 那是粉丝有几十万哪 阿总 你可真讨厌啊 每次见面都要取笑人家 你的网络是多少呀 我可以加你一下 当然了 来来来 我们坐一下 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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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去 徐帅帅 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想吃什么 火锅呗 我今天产火锅了 干吗也不吃啊 不饿 不饿 不饿还请我吃火锅 这么爱我啊 他想你 好不容易回北京了是吧 你差不多得了吧 你这么久不出现啊 我还真以为你恋爱喽 什么年头儿了 谁谈恋爱的 什么年头儿了 谁谈恋爱的 还是北京火锅好吃 鱼儿吃饭玩手机 你怎么回事啊 别自己喝 来 喝一 等会儿 喝这些问问你 被别人疙瘩了吧 才给我发微信叫我吃饭 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鱼穿穿也是很抢手的 真不至于 好吗 我问你的事啊 如果你跟一男的吃饭 这男的把手给烫了 你告诉他摸耳朵可以散热 结果他摸的是你的耳朵 你怎么想 他喜欢我 他肯定喜欢我 你怎么想 如果他摸我 我也没有躲的话 那就是回想喜欢呗 是不是 可是你刚才说你有事 走了 微信也不回 为什么呀 许子权怎么这样了 你这样一点都不酷 你知道吗 不可能 咱们也是 这次这个 好久不见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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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是做事吗 我们做事 好久不见 我是律师 咱们这次得好好 律师那么厉害 今天好好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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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都不把我跟你吵架 对不对 律师这个职业 在男女吵架中 是没有胜算的 虽然思维逻辑比较缜密 但吵起嫁来嘛 都是不讲道理的 对吧 真好 其实我们家 之前也有家做律师的 但是后来 我跟我父母决裂出来 凡事都要靠自己 就是为了那些人的 我爱你 你家怎么回事 我好厉害的 我其实和你赶紧是出土质好像是回来 我就是像一个人 我都没有在乎 我也没有在乎 我真的没有在乎 也没有在乎 真的不是在乎 我好像是在乎 我就是在乎 乎我们在乎 你中国人很好 我现在就没有在乎 现在我就会反而是在乎 现在都在乎 现在你看 我现在给你 但竭子坐 竭倾心 閃掑 特意見了 非年輕微 這道 intent 就夠了 沒有啦 哈哈哈 趕會 我把它 instill 哇 我说 我说 我说有个状态状态 我说 想你不然是任何状态 可 现场 废的状态 自个儿是什么状态 社交网站 提供的状态 不就是方便的 方便正大的状态状态 我说你不想要 你别说你不想要 亲爱的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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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我说你不想要 还可以 啊 哎 大部分的粉丝 都是些普通的小老百姓 让他们开开眼界 体会一下不同的生活 不是挺好的 像我自己的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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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现在的普通老百姓 那些白脸 就那些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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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一下刚才进去 这种自拉车的 游戏的游戏 对你几个人 也不准飞机了 就这样 过来 我觉得这些挺好的呀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我 我很喜欢 就像我一样 是啊 她还挺逗的 那丫头啊 之前就是个餐厅服务员 去年跟李老板以后呢 见了点师妹 就越发的有意思了 所以平时我们 觉得无聊的时候 就喜欢叫她出来结结闷 马总 其实我挺不理解的 你说李老板 为什么就是不能好好的 和他太太生活在一起呢 为什么非要让一个小姑娘 跟着她呀 人生总有些快乐 是伴侣难以满足的 尤其是拥有很多的人 拥有得越多 这个世界上 能让她满足的事情就越少 所以你们才需要那些年轻的 新鲜的女孩 给你们带来刺激 你知道有个故事叫 烧仓房 它说的是 我看过 故事里面有一个男主人公 是个有钱人 过得比一般的人都要幸福 可是却喜欢用烧仓房这种方式 来填补自己内心的孤独和空虚 为的是寻求一种平衡 那些无人问津的仓房 有点谁会在意呢 马总 您之前一直约我出来吃饭 我以为 您是喜欢我 我当然是 而且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 不是外貌 不是学历 就是你身上那股子劲儿 一心绷着 一直向上的那股劲儿 像米歇尔那种吗 你们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看着 我看着 你身上的地方 我是说 你身上的地方 你身上的地方 对 我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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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ve just been surprised it'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仓房是不是无用 也轮不到你来决定吧 你口中那些无用的仓房指的就是 喜欢跟精英人士在一起交往 有时候向上的野心 带着自己年轻漂亮 但是没有什么钱的女孩对吧 你们这种人真的很奇怪 一方面觉得人家无用 一方面呢又非常喜欢 带他们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看更好的世界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然后呢 等到他们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彻底地被你们资本 一点一点蚕食之后的一脚踢开 都让他们绝望崩溃 因为不同的女孩 不同的崩溃 这是不同的风景 你们呀就是喜欢 这样去折磨这些年轻姑娘的意志 因为这就是你们觉得 最值得少的仓房 那你们想过啊 当你玩弄这些女孩的时候 人家可能也只是把你当做一个 长期的饭片子 好 可以啊 马总 我刚刚一直在想 您刚才说的话 听我道你 我之前好像认识的一个女孩 也住这个小区 是吗 那挺巧的 好 你早点休息 下次见 好的 马总 再见 自己回来 好的 这是两个小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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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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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